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水下世界一直是许多神秘现象的发生地 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以及诸多未知因素的影响 直到今天人们对于水下的世界仍旧是知之甚少 在我国浙江省温州市的西南部有一个叫文城的地方 当地老百姓都说那里的深深峡谷当中 有十二个奇形怪状深不见底的幽潭 传说他们潭潭相通 幽深的水面之下还不时可以见到隐约的黑影 当地人推测这些深潭之下也许生存着某些未知的生物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坐落于温州市西南部的文城县西坑镇 是一个人口不到两万人的小镇 最近这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些村民散养在河边的家庭接连死伤 既新的村民从山口推断 这些家庭很可能是遭到了某种凶悍生物的袭击 由于家庭遇袭往往发生在村外无人的草地河边 所以村民们也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生物袭击了家庭 一时间传闻四体 不明生物的遗云笼罩着这个小镇 西坑镇所在的地区 地势自西北向东南侵袭 为典型的丘陵地马 这里山高古深密林重生 素有浙南地区保存最完好原始森林之称的夜圣林场 将镇子环抱其中 得益于这里茂盛的植被与丰沛的水源 西坑镇周边的原始森林中 野生动植物种类丰富 其中不乏有珍贵的黄树角质 黑脊 云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虽然云豹等大型食肉猫科动物 在森林中时有出没 但它们身居密林 很少与人谋面 可如果不是山中的凶猛野兽 那么袭击家庭的又是谁呢 我之前我老爸说 那个地方的山下有那个老虎啊 那个豹啊 那个鸟啊羊啊 都把它熬死 从中都放下地下 就是说那样子这个很大的 村民们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距西坑镇约十千米的一个叫铜铃山的峡谷中 那里沟壳纵横其实林立 在大雾的笼罩下 幽深的峡谷险峻而奇幻 在当地人眼中 铜铃山是个神秘莫测的地方 相传 峡谷中隐藏着十二口形态各异 相互联通的深潭 潭底深不可测 当地人相信 有一种不明生物深藏潭水之中 他们咒服夜出叫声淒烈 在林上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吉老汉 是这些传闻的见证者之一 据吉老汉回忆 有一次他进山采药 山中下系大雨 忙乱中他误入了人际罕剧的铜铃山峡谷深处 当时他只觉山间的水声越来越大 仔细一听 流水声中似乎还夹杂着 似有似无的尖厉哭声 这让吉老汉毛补悚然 他想起了鲜明世代相传的水怪传闻 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声音 其实在峡谷中听到怪声的 不止吉老汉一个人 为了弄清真相 村里曾组织一些勇敢的村民进山探查 但却一无所获 发出怪声的会不会是某种未知生物 西级家禽的元凶是否就藏匿在山中 诡异传闻神秘水盘 这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 为了全面了解铜铭山峡谷的自然地理情况 做好资源普查工作 消除群众的恐慌 他们决定组织地质水文等方面的专家 对铜铭山大峡谷展开科考 地理中国设置图也跟随前往 温城县西坑镇位于浙江省南部 距离温州市区约62千米 听说考察组要去铜铭山 当地人纷纷流露出惊讶的表情 他们说铜铭山里水怪出没 实属危险禁地 虽然当地人对铜铭山充满敬畏 但考察组也了解到 其实这里百姓的对常生活 与铜铭山力不可分 我们这是铜铭山的水吗 铜铭山山泉水 原来西坑镇的位置 正处于铜铭山峡谷的谷底 千百年来 峡谷中的水源自上而下 流入村里每户人家 哺育着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 虽然这些水来自于铜铭山中那些诡异的深潭 但这一直是当地百姓平日里烧水做饭 洗衣种田的重要水源 如今家禽被袭 水怪出没的传闻 也让一些村民怀疑 这可能与铜铭山峡谷里 那十二个深潭有关 甚至有些村民已经不敢引用铜铭山峡谷中流出的水 经过走访 考察组了解到 因传说十二个洞底相连的深潭 形似十二个巨大的九缸 所以当地人也把他们叫做十二成 成就是古人对九缸的称谓 那么百姓口中的十二成 究竟是什么样子 它真如传闻所说 相互贯通并栖息繁衍着神秘的生物吗 考察组决定 先去寻找十二成 经过十分钟的车程 考察组抵达了峡谷的入口 此时正直出下 山中茂林修竹流水潺潺 幽深的峡谷千姿百态 带着对十二成的好奇 考察组加快脚步向峡谷深处进方 行进约半小时后 原本潺潺的流水声变成了巨大轰鸣声 当地向导告诉我们 这里离传说中的十二成不远了 可就在这时 大片乌云压过山头 一场大雨不提而至 碎石与落叶被雨水浸润 变得十分湿滑 本来就崎岖难走的山路 更加寸步难行 这时有队员发现 前方似乎有一处瀑布倾泻而下 响彻山谷的水声应该就来自那里 经过向导的确认 瀑布所在的地方 正是百姓所说的十二成 我们现在呢 跟它这个瀑布的直线距离 大概是不到二百米 但我们可以听到 这个水落下来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听进去 透过茂密的植被向远处跳往 两面山体仿佛刀销浮卡 三处规模不一的瀑布 呈阶梯状沿着峡谷飞流直下 就在最底层的瀑布下方 一网碧绿的潭水 如同宝石般相见在峡谷底部 考察组专家目测推算 水潭约二十米宽 潭口呈不规则的椭圆形 虽然潭水清澈 却深不见底 是否有神秘生物隐藏于水下 暂时还不得而知 此时大家身处同宁山的山腰处 离谷底的深潭还有一定的距离 当地向导说 十二成潭底相连犹如窜出 但从目前的位置观看 考察组只能隐约看见两汪潭水 专家建议 顺着这条路继续前行 看能否下到湖底上 然而顺着山路没走多久 眼前却没路了 原来每年四月至九月 红莹山峡谷便进入了风水期 每到这时候 峡谷中一些低洼处会被水淹没 无法攻击 看来要想到达十二层 考察组只能另想办法了 即是您精彩继续 虎口瀑布将对十二成有何启示 幽动叹齐又将揭示怎样的奥秘 眼看十二成就在面前 可偏偏路却被淹了 考察组只能是另辟蹊径 另外专家也说了 此时的铜陵山峡谷 已经进入了汛期 眼前虽然是景色壮美 但是也是危机四伏 长期的降雨使得山体结构极不稳定 滑坡和泥石流时有发生 为了谨慎起见 考察组向当地百姓借了一条渔船 他们决定放弃山路 走水路 前往十二成 虽然避开了充满危险的山路 但水怪的传说 却也让一行人十分紧张 考察组时刻注意着 水面上细微的变化 发行了十几分钟后 十二成终于出现在了考察组的面前 站在谷底向上探 飞卸着瀑布上方 还有着许多蜿蜒迂回 大小不一的瀑布 而每一几瀑布下都连着一个水潭 轰鸣的水声响彻山谷 眼前的景象证实 十二成果然鸣布居传 但潭底是否相互联通 却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经过仔细的观察后 考察组专家对水潭的结构 有了初步回断 邱小平 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 闽江学者 福州大学特聘教授 昨年从事地质地理 勘察研究工作 邱教授分析 从目前潭口的形状来看 村民所说的十二成 潭底相通的可能性很小 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根据经验判断 这些水潭应该呈现出 口小度大 底部平整的形状 这与一种名为 湖学的自然景观 极为相似 在铜林山峡谷的浅潭中 就可以看到湖学的雏形 然而邱教授认为 星辰湖学 需要极为苛刻的自然条件 我国著名的黄河湖口部部 就是典型的湖学景观 据了解 湖口部部所在的地区 广泛分布着完整的沉积岩 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 水与泥沙在这块结构完整 印度适中的岩层上 不断滔石打磨 最终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种形似水湖的湖学景观 如果铜林山峡谷中的十二成 也是湖学景观 那么铜林山地区的岩层 应该也具备完整岩层 这一特征 邱教授建议考察组 先对此地区的岩姓 进行调查 看能否找到 星辰湖学景观的有力证据 考察组一行人 首先来到距离十二成 约五百米左右的缓滩上 这个你看这里边就非常有密集的这个接礼 是列西一样 这个纹理很清晰 对 我们现在就可以敲它一块石头下来 可以看到这小黑点吗 对 很多的小黑点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叫刘文质的宁辉岩 它是一种火山岩 经过探查 邱教授发现 十二成所在的区域 广泛分布着一种叫做 刘文质宁辉岩的火山岩 这一结果让大家有些意外 刘文质宁辉岩 是一种由火山灰堆积形成的岩石 虽然初期在地表固结时较为完整 但伴随着长期的火山喷发 地质运动 刘文质宁辉岩 一般都会以破碎的形式出路地表 我们一路上过来 就是说这一段的岩石 就是说节里略息特别多 它岩石都破碎了 一个完整的岩石 那个流水在里边磨射着 才能形成一个湖穴 邱教授进一步解释 黄河湖口瀑布能形成前小湖穴的原因 很大程度得益于岩层的完整性 如果岩石破碎不堪 碎流便会携带碎石 顺裂系流走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地表岩层破损加剧 难以出现湖穴景观 显然 考察组在童林山峡谷中看到的 正是这种岩石破碎的景象 那么如果不是湖穴 这十二口深潭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水下是否如传闻所说 隐藏着令人恐怖的不明生物呢 就在这时 当地向导给考察组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据说在十二城的山腰处 有一个古人开采矿石的坑洞 十二城可能与之连通 这一线索在考察组看来十分有价值 如果能进入此洞 或许可以直观地看到 童林山山铁的内部构造 考察组决定 立即前往村民所说的洞穴 看是否会有新的发泄 慢一点啊 邱教授 考察组进入坑洞后发现 此洞入口虽然狭窄 但洞内却十分宽阔 由于连日来持续不断地降雨 洞内空气潮湿 岩壁湿滑 考察组指得缓慢前行 我们已经是进入山体内部了 但是在所有这些岩石呢 都还是跟我们外面看到的火山岩石一样 都还是这种刘文字的明辉岩 只是说这个地方呢 因为有矿化 所以石变增强 岩石里面它有生物上来的流体 除了硫化物质外 还有二氧化硅 还有其他的这些物质 给它交接得更硬一些了 原来 洞磷山的表层岩石虽然布满裂系 但渗入到山体内部后 考察组发现 洞磷山实际上是由一块 较为完整的凝硅岩组成的 虽然在强烈地质运动下 山体产生裂系 但从地下渗出的矿物质成分 又将裂系交接在一起 因此 洞磷山内部岩层 保持了完整性 如此一来 当山间部部奔流而下 洞磷山表面破碎不堪的宁灰岩 渐渐被水流冲散 山体较为完整的岩层 便露出地表 在水流的长期冲刷下 岩层被抛尸出坑洞 随着历史 常年对坑壁的花擦 今年累月 就形成了湖雪景观 通灵山沿层较为完整的构造 为十二层的行程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让而要形成湖雪景观 还有一个必要条件 那就是能带来巨大冲击力 奔涌湍积的流水 虽然十二层也有瀑布 但是其规模与湖口瀑布比 却相却甚远 我们现在目测这个高度 大概就是十到十五米的高度 记者了解到 黄河湖口瀑布的落差 有五十米左右 每秒数千立方米的巨大流量 才冲出了最深 约五米左右的湖雪景观 可按照通灵山老乡的描述 十二层最浅的也有八九米深 按照湖口瀑布的超时力度看 这里的瀑布只有十米左右落差 显然不足以充实出这么深的湖雪 难道是村民对潭水深度的描述有误 村民所说的水潭里藏有水怪 又是真是假呢 邱教授认为 虽然铜铃山此时正处于风水期 水量已接近风值 但不能排除在元祖时期 这里存在着更具规模的地表浸流 如果考察组能够找到铜铃山十二层的水源 或许就能解开深含背后的秘密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水怪传闻是幻觉 还是某种生物神出鬼没 谈笔探查 可考对又将项目怎样的显示 C的节目属下魅影之玄塘幻象 比例中国正在播出 素援而上 考察组沿着十二个深潭一路向上攀爬 震耳欲聋的水声在山谷中回响 然而没过多久 考察组却发现 步步消失了 原来这已经是十二层最高的一层 一片浅滩出现在了考察组眼前 在浅滩的两侧 众多的山垫溪流 沿着山体纷纷汇入浅滩 潜潜的流水漫过崖壁 跃入潭中 这就是十二层的源头了 原来铜铃山峡谷的尽头 实际上是一个由高耸的山峰 组成的天然溃水锅 铜铃山峡谷地处亚者带海洋性季风区 暖湿气流活动时 遇到较高的群山 从而导致可遞多雨 形成了温暖湿润 雨量充沸的气候特点 年平均两千毫米以上的降水量 使得潜潜的水源 不断地汇入这片山谷中 在远古时期 这样的气候环境 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更为明显 周教授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推断 铜铃山峡谷最初的水量 应该是目前水量的十倍以上 如此庞大的水量 在蜿蜒曲折的峡谷中 形成全温 使得平整的岩层 逐渐产生坑瘸 都与水流中携带的历史 对坑瘸的侧壁进行不断刮擦 随着时间的追移 在激流与历史的作用下 逐渐形成了湖瘸 从层层寸带出现的湖瘸 应该是一种各种地质因素 综合在一种比较罕见的自然现象 周教授告诉我们 正是因为铜铃山山体 表层松散 内部完整的特殊构造 才使得这里形成了湖瘸景观 虽然十二层的成因得到了较为科学的解答 但袭击家禽的元凶与诡异叫声之谜仍困扰着考察组 浙镜这个地方都是很怕的 对它们很光的 为什么是投在它这三层 吉老汉告诉我们 在它海底时代 老人们曾明明禁止它们来此游玩 村里人一直认为 这十二层的潭底生活着一种神秘生物 村民们一般都不敢靠近 那么十二层的水下究竟有着怎样的环境呢 为了探明是否有不明生物隐藏在水下 考察组决定对十二层湖穴的底部进行探测 出于安全考虑 考察组在批阀的两侧各拴住一条安全绳 如果批阀失控 绳子两端的老乡就拉紧批阀稳定方向 由于连日来持续降雨 湖底的水流已明显增多 这使得表面平静的潭水暗流涌动 考察组几经尝试都无法把批阀固定在水面上 只好暂时停止探测 等待瀑布流量减缓后再进行考察 考察组经过几天的探查 终于揭开了铜陵山十二层的神秘灭沙 所谓十二层其实就是由强大水流充实出来的湖穴景观 但是诡异怪声之谜与袭击家庭的元凶却依然没有查清 看来只有等天气好转之后 再进入水潭开展实验和考察了 那么考察组第二次水上实验能成功吗 水下深藏的秘密又能否一一解开呢 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悬潭幻象》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村 明天见